阿纳斯塔夏 作者 弗拉迪米尔·米格列 翻译 王文鱼 李玉泰 第十八章 飞碟 没什么特别 我请阿纳斯塔夏举例 显示她对我们科技了解的程度 你希望我告诉你 你们那里各种机械的运作原理吗 告诉我一些我们顶尖的科学家才刚开始接触的领域 来个科学大发现吧 我一直在为你这么做 不是为我 是为科学界 可以让他们视之为新发现的 既然你说一切都很简单 那就在科技 宇宙飞船 原子 燃料方面提出可供证实的新发现吧 这方面跟我一直试着要解释给你听的东西比起来 套一句你们的话 简直还停留在石器时代 那就太好了 你觉得落后的 反而是我容易理解的 你就来证明你是对的吧 证明你的智力高过我 举例来说吧 你认为我们的飞机跟宇宙飞船是完美先进的机械吗 不 他们太落后了 正好可以用来说明 技术智力士的发展一点也不先进 他的回答让我提高警觉 我想这句话要不是出自一个疯子之口 就是他真的知道的比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多 于是我继续追问 我们的火箭跟飞机哪里落后了 阿纳斯塔夏停顿了一会儿才回答 似乎在理解我说的话 你们所有机械 所有 都是靠爆炸的能量推动的 你们不知道有更完美的自然力可以使用 以难以置信的固执坚持使用这种笨拙又落后的方式 连使用这种方式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也没能阻止你们 你们飞机和火箭的航行范围显得逗趣 以整个宇宙的尺度来说 等于稍微离开地面而已 而这已经到达它们的极限了 然而这是荒谬的 以爆炸或引燃的物质推动笨重的结构 就是你们所谓的宇宙飞船 而且其中大部分结构 还都是用来解决这推动的问题 还有别种空中飞行的原理吗 举例来说 飞碟就是使用不同的原理 阿纳斯塔夏说 什么 你知道飞碟 还知道飞碟的原理 当然知道 那很简单也很合理 我的喉咙都干了 催促他快点说 跟我说 阿纳斯塔夏 快点 清楚一点 好 别急 你一急就很难理解 飞碟的飞行原理 基本上靠的是 制造真空所产生的动能 什么意思 说清楚一点 你的词汇很少 但是为了让你听懂 我只能用你的词汇 我现在就家 我着急的脱口而出 槽 盖 面板 气体 快速的列出当时脑中浮现的所有字眼 甚至咒骂起来 阿纳斯塔夏 打断我 别说了 你会用什么词来表达 我都知道 但是还有其他的字眼 以及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能传递讯息 用那种方式能让我在一分钟内解释给你听 否则这样要花两个小时以上 太久了 我还想跟你说其他更重要的事 别这样 阿纳斯塔夏 跟我说飞碟的事 说说它的原理和动力来源 直到我了解为止 在那之前 我听不进其他的事 好吧 他继续 爆炸是固体在某个作用下迅速变成气体 或某个反应中两种气体变成更轻的气体的现象 当然这大家都知道 是的 我说 把火要点燃 它会变成烟 把汽油点燃 它会变成气体 对 大概是这样 要是你或你们有更纯净的思想 就会知道 整个大自然运作的机制 也会在很久以前就意识到 既然有物质能在急剧扩张 爆炸之后 转化成另一种形态 逆转的过程也一定存在 大自然里有活的微生物 能将气体转换成固体 基本上 所有植物都在进行这个活动 只是速度不一样 所制造的固体硬度也不尽相同 看一下你周围的植物 它们吸收大地之液和空气 转化成固态的身体 例如本质 或是更坚硬的 像是坚果壳 里滋之类水果中间的果核 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 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这个过程 仿佛光是吸食空气 它们就是飞碟的引擎 它们类似脑细胞 只是功能比较狭隘 它们唯一的功能就是运动 但它们执行起来十分完美 可以让飞行器的速度达到今天地球人平均思想速度的十九分之一倍 它们在飞碟上层内侧 位于飞碟壁的双臂构造之间 双臂之间大约相距三公分 外臂不管在飞碟的上层还是下层都是透气的 充满许多细小的孔隙 微生物从这些孔隙吸入空气 在飞碟正面形成真空 细小的气流甚至还没碰到飞碟就准备转成固体 而且通常在通过微生物之后会变成圆圆的颗粒 这些细小的颗粒会膨胀成直径约半公分的圆球 呈软胶状 从双臂间滑到飞碟底部 崩散消解 再次化为气体 如果来得及 你还可以在它们崩解前把它们吃掉 飞碟壁是用什么做成的 它们是长出来的 什么 哎呀 你光是感到惊讶就不先想一想的 有很多人在培养一种菌 用各式各样的容器 放入这种菌的水会变成好喝带点微酸的饮料 它会顺着容器的形状长 顺带一提 这种菌跟飞碟很像 它也会形成双臂 若在它的水里添加某种微生物 它就会硬化 不过 这所谓添加的微生物 可以被研发出来 或者说的准确点 可以透过大脑和意志力逼真的想象出来 你可以做出来吗 可以 但光靠我一个人不够 需要几十个具备这种能力的人 联手合作至少一年 地球上有制造 或像你说的培养 飞碟和微生物所需的一切吗 当然有 宇宙有的地球都有 但是 微生物这么小 看不到 怎么放在飞碟壁里面 上壁生成后 会自动吸引无数微生物 像风房吸引蜜蜂那样 不过 这还是需要动用到几十个人坚强的意志力 假如你们还没有人具备适当的知识 智慧与意志力可以培养它 又何必知道更多的细节呢 你就不能帮帮忙吗 可以呀 那就帮个忙呀 我已经在帮忙了 你帮了什么忙 我不懂它的意思 我已经告诉你抚养小孩的要点了 而且我还没有说完 我还会一直跟你说抚养小孩的事 你再把我说的告诉别人 接着很多人都会了解的 而他们抚养长大的小孩 就会拥有这些知识 智能与意志力 到时候 他们能做的事 远比制造一台落伍的飞碟海药 阿纳斯塔夏 你怎么知道这些飞碟的事 难道也是因为跟植物沟通吗 他们曾经在此着陆 我呢 算是帮他们修过飞碟 他们比我们聪明多了吗 一点也不 跟人差得远了 他们很怕人 不敢靠近人 尽管十分好奇 他们一开始也很怕我 对我发射思想麻醉剂 一直吓唬我 我费了很大的劲安抚他们 让他们镇定下来 既然他们能做到人做不到的事 怎么可能没有比人还要聪明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蜜蜂也能用自然材料 制造具有完美通风 与保暖系统的神奇构造 但这并不代表蜜蜂的智力 比人还高 全宇宙没有水比人更有力量 除了上帝 第十九章 大脑超级计算机 有可能制造飞碟这件事 让我整个性质都来了 即使当它是个推进原理的假设 这假设也够新了 不过对我们地球人来说 飞碟是复杂的机具 不是首要的必需品 因此我想听听 马上就能理解的东西 不必动用到科学脑筋 马上就能实际应用在生活里 且好处多多的东西 于是我请安娜斯塔夏 针对我们今天社会 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 她同意我的要求 但是接着又说 是什么问题 你得说得明确一点 不知道你要什么 我怎么有办法解决呢 于是我在脑中盘算 今天哪个问题 对我们的影响最为直接 连附带条件也一并想出来了 你知道的 我们大城市正在面临严重的污染问题 空气很糟令人窒息 是你们自己污染的 这我们知道 先听我把话说完 也别说什么我们应该净化自己 多重点数这类的话 不要拿哲学思想出来跟我辩论 接受我们的现实条件 从中想出办法吧 例如用一个东西减少 大自然50%的空气污染 且不必动用到国库 也就是国家的开支 还有 它必须是所有解决办法中最合理 让我跟所有人 马上可以理解跟执行的 我马上试试看 安娜斯塔夏说 所有的条件都开出来了吗 我尽量把问题搞得复杂一点 生怕真的证明 它的智力和才能都超越我们 我再加了一条 你想到的要带来利润 给谁 我 还有国家 你住在俄罗斯的领土上 那就给整个俄罗斯吧 你指的是钱 对 很多钱 安娜斯塔夏 利润 也就是钱 怎样都不会太多 不过 我想要有一笔钱 不止可以让我这次的考察回本 还可以有足够的盈余筹备下一次 至于俄罗斯 我考虑了一下 要是让安娜斯塔夏对我们文明世界的物质财富产生兴趣会怎样呢 我问他 你自己什么都不要吗 我什么都有了 他回答 我突然想到个点子 我知道怎么让他感兴趣了 你知道吗 安娜斯塔夏 就让你想到的带来足够的钱 让全俄罗斯的小农跟原意爱好者可以获得免费或有折扣的种子吧 太棒了 安娜斯塔夏说 好棒的主意 如果没有别的 我要开始工作了 我好开心 种子 还有别的吗 没了 安娜斯塔夏 目前这样就够了 感觉得出来 这个任务已经激发他的兴致 尤其是帮小农获取免费种子的部分 然而当下我仍十分确定进化空气是不可能的任务 尽管它能力再强 否则我们的科学机构老早就想出办法了 阿娜斯塔夏开心地躺在草地上 不像平常那样平静 他的双手打开 手指微弯 指尖朝上 有时抽动 有时静止 和尚的眼皮不时抖动 他这个样子躺在那里大约二十分钟 最后他睁开眼睛 站起来说 我找到了 真是场噩梦 找到什么了 什么噩梦 最大的危害是你们所谓的汽车 大城市里有好多汽车 每一台都在喷着难闻的气味和伤害身体的物质 最可怕的是这些物质渗入污泥和灰尘 跟它们混在一起 汽车移动时扬起这些被渗透的灰尘 人们又吸入这些可怕的混合物 它们四处飞扬 落在草地和树上 盖住一切 这很糟 对人体和植物伤害很大 这当然很糟 每个人都知道 只是没人有办法 洗劫车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阿纳斯塔下 你没有任何新发现 你没有想出独创的解决之道来净化空气 我只是先找到危害的主要来源 现在我才要开始分析与思考 我需要集中注意力一段时间 可能要一个小时 因为我从没研究过这类问题 你可以先到森林散步才不会无聊 你想吧 我自己会找事做 阿纳斯塔下完全进入他的内在世界 一小时后 我从林中散步回来 发现阿纳斯塔下看起来闷闷不乐的 我对他说 看吧 阿纳斯塔下 你的脑子对这件事也使不上力 没关系 我们很多科学机构都在研究这个问题 也都跟你一样只发现污染的事实 他们目前也无能为力 他有点遗憾地说 我已经把所有可能的方案都筛选出来了 只是没有一样可以快速减少百分之五十 我做不到 我心头一惊 终究还是被他找到了 解决的方案 你想到多少百分比 我问 他叹气 还差很多 我只想到 百分之三十五到四十 什么 我忍不住大叫 少很多 对吧 阿纳斯塔下问 我的喉咙都干了 我知道他不会说谎 也不会夸大或收敛其词 我按捺内心的激动 说 我们改一下条件范围 就百分之三十八吧 快点说你想到什么 要让汽车不止排放 也回收肮脏的灰尘 怎么做 说快一点 汽车前面 嗯 那个突出的部分叫什么 保险杠 我提示 好 保险杠 保险杠的里面或下面 要装上前后方都有许多小孔的盒子 让空气可以流通 汽车行驶时 充满有害灰尘的脏空气会流进前方的孔 过滤后 再由后方的孔流出 如此便净化了百分之二十 那你说的百分之四十呢 现在街上的灰尘几乎都没被清掉 不过用这个方法 灰尘就会少很多了 因为每天都可以到处清除它们 假使每辆车都装上这种盒子 我估计一个月之后 肮脏的灰尘就会减少百分之四十 但也只能到这里了 没办法再减少 因为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盒子的尺寸多大 里面要放什么 几个孔 孔与孔之间的间距要多大 弗拉迪米尔 也许你还想要我亲自 帮每一台车装上这些盒子 头一次发现阿纳斯塔夏 也有幽默感 我大笑起来 想象他帮每辆车 装上盒子的画面 他看我开心 自己也笑了起来 在临间空地里旋转 这个点子的确简单 剩下就是技术层面的事了 不用阿纳斯塔夏说 我也知道他能如何成型 行政首长下令 交警监督 全面在加油站更换过滤器 把用过的交回去 出示检验合格凭证等等 一个普通的规定 就像安全带 轻轻摇动笔杆 每台车都有安全带了 现在只要轻轻摇动笔杆 空气就会洁净了 企业家会抢着生产这种盒子 工厂会有很多订单 最重要的是 最后空气会变得更洁净 等等 我又对着还在快乐的旋转飞舞的阿纳斯塔夏说 盒子里要有什么 盒子里 盒子里 你稍稍想想看嘛 很简单的 他回答的同时没有停止旋转 给我的钱 还有足够付小农种子的钱从哪来呢 我再次提问 他停了 从哪来是什么意思呢 你要我想个最合理的方法 我就想出来了 世界各地的大城市都会使用它 为此付钱给俄罗斯 足够让俄罗斯提供免费种子 还有给你的金额 只不过你要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得到 当时我没留意他说的特定条件 问起其他细节 你是说要申请专利 不然谁会自动付钱 怎么不会 有人会的 而且我现在就算好比例 制造盒子 俄罗斯得2% 你得0.01% 你自己算好有什么用 某些方面你很强 不过做生意你完全外行 没有人会自动付钱 有人就算签了合约也不见得会付钱 你知道我们有多少赖账不付款的案例吗 仲裁法院根本忙不完 你知道什么是仲裁法院吗 我猜得到 可是这次没有人会少付一毛钱 谁赖账谁破产 只有诚实不期的人才会繁荣兴旺 为什么他们会破产 难不成你要进行什么非法的手段 你在想什么呀 真是的 是他们自己 应该说 有些事情自然会发生在骗子身上 导致他们破产 这时我突然有个想法 基于安娜斯塔夏不会说谎 而且他自己也说 大自然的机制不允许他出错 那么 这表示发表这些言论以前 他已经在脑中处理超大量的信息跟数学运算 并把将来涉及此计划的人的心理因素全数考虑进去了 以我们的话来说 这是他不止解决了净化空气的难题 还组织分析了一个商业计划 这全在一个半小时内完成 我决定再澄清几个细节 告诉我 安娜斯塔夏 你在脑中算出空气净化的百分比 也算出生产装在车子上的盒子 和更换过滤器将赚到多少钱吗 算出来了 而且很详细 只是不完全靠头脑 好 停 让我把我的想法说完 你告诉我 你可以跟最先进的计算机比赛吗 比如日本或美国的计算机 可是我没有兴趣 他回答 这样太落后了 好像把人扁得很低 跟计算机比赛就像 我要怎么比喻才好呢 就像跟一支比赛 而且还不是完整的一支 而是跟他的一部分比赛 计算机缺了重要的东西 那重要的东西就是感觉 我告诉他相反的 我们那里认为 能跟计算机下棋的人 是非常聪明的 且受到社会尊敬 但不管这个或其他理由 都没能说服他 最后 我要求他就为了我 跟其他人做这件事吧 好证明人脑的智慧 他同意了 于是我再把话说得更清楚 也就是说 我可以正式宣布 你已经准备好 跟日本计算机比赛解决问题了 为什么是日本的 阿娜斯塔下问 因为他被认为是世界一流的 是吗 最好一次所有的计算机吧 免得你以后再叫我做这件无聊的事 太好了 我开心的说 就跟全部的计算机 只不过要先拟定问题 好 阿娜斯塔下不情愿地说 但为了不浪费时间 先让他们解决你为我设定的问题吧 看他们是正式还是否定我的方法 若是他们否定 他们就要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就让实际生活和大众来裁决我们 太好了 阿娜斯塔下 这主意很棒 很有建设性 你觉得他们需要多少时间呢 像你一样 一个半小时大概不够 给他们三个月吧 好 就三个月 我建议 只要有人想当裁判就可以当 人多就不会有人为了私利影响判决结果 就这样吧 我还想跟你多说一点 抚养小孩的事 阿娜斯塔下 视抚养小孩的话题为第一要务 总是乐于谈论 我提出跟计算机比赛的假想 没引起他多大兴趣 不过 我还是很高兴得到他的同意 现在 我想呼吁生产新型计算机的公司 都加入这场解决上述问题的竞赛 我想再跟阿娜斯塔下确定一件事 赢家的奖赏是什么 我不需要任何东西 他回答 你为什么只说你自己 你这么确定你会赢 当然 因为我是人 那好吧 你可以提供次居于你的公司什么奖赏 嗯 我可以帮他们落伍的计算机提出一些改良的建议 成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